厦门有城隍庙吗?有啊,还是吴国雄提的字呢? 这里是厦门的第二个华侨村,南华路 沿着这条道向前走,就是城隍庙了 厦门的城隍庙是建于1387年 原址是位于厦门古城墙的南门边 是厦门岛内唯一的城隍庙 历经几次磨难,已在原址消失 在厦门大学各大学者及教授的知识下 厦门城隍庙的信众吴天发先生 在南华路重建了城隍庙 吴先生非常好客,看到我们的到来 马上邀请我们进屋泡茶聊天 接待式的墙上挂满了厦门城隍庙 各个时期活动的照片 以及他本人获得的各个证书和奖项 下面就请吴天发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城隍庙 在我们中国古前年的历史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分教派 为什么不分教派 两千多年那个 佛教到中国他是佛教 中国年是道教,空子是儒教 空子两千多年有 五千年没有空子 五千年就有城隍 城隍管道就是这八大象 为什么百荒、南荒不一样 百荒的时候水分比较多 南荒水分比较多,百荒比较干燥 因为城隍就是 百荒也百姓求疑 城隍以前是叫做公侯伯洁 最低情是县泰衣 皇帝肃荒才有城隍 没有皇帝肃荒就没有城隍 历史是这样 这个是台湾出的 整个台湾是把厦门城外面坐在里面 台湾都有总共一百一十八座 历史原因是从什么开始 整个台湾 盖住在什么地方 都在什么地方 哪一个地方 他是回归中国 康熙皇帝到台湾才有城隍庙 以前蛮有 建成工我们有城隍庙 所以台湾就是我们的 台湾就是我们的 你看一百四八字都在这里 这个历史永远改变不了 这个是中国的 台湾出于是中国的 吴伯伯说 他小时候得重病 求医问药均不得知 后备带着厦门的城隍庙 烧香祈愿后 尽奇迹般的康复 无论是否机缘巧合 从此他便和厦门城隍庙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如数加真的拿出了几本访客留言册 上面写满了国内外访客的留言 用心者用本国文字和中文写了两遍 通过厦门城隍庙这个平台 吴伯伯也结交了许多 会多年保持联系的挚友 所谓千金一得 知己难求 他说这种牵绊 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2010年11月4日 有台湾13家城隍庙 69名信众组成的 台湾城隍庙 联议会进香团一行 前来厦门城隍庙 朝拜进香 并从台湾带来了 中国革命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为厦门城隍庙 亲笔提携的牌匾 厦门这个历史 永远改建不了的 宏武艾年 既消风天下的城隍 先有城隍庙 后有厦门 宏武艾是四年才定有厦门 这个城隍庙里面 也有欢迎 这个历史永远改建不了 所以不分叫牌 这个地点 不知道这个城隍庙在有 他能保留下算不容易 前个无一的 前台湾年约会送的 100多多城隍庙 宁泽四海 还有第二个的 恩泽四海 还有这个 年约会的 送就这个 下门就这个 第二个的 送点香的 年约会牛岛 一次到台湾 一次一次参观 一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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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去台湾交流的 96年 互建省又开第一首届城隍文化 八国单位 整八国单位 参观 参观 这几十年 您很不容易 没有 很高兴 哈哈 原来就是很高兴 这个是新加坡 这个是新加坡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马来西亚 从全世界交流的 因为限制的城隍庙是重建的 只有门口摆放的一只石狮子 观光像 以及屋檐等构建 是原城隍庙的遗迹 这些遗迹是吴先生在原城隍庙被拆除时捡回来的 非常的珍贵 下面的城隍庙共有三层 这是第二层 这里面供奉的是厦门城隍庙 城隍爷和城隍夫人 宝敬安民 这里是城隍庙的一层 封氏爷就在这儿 下面最早的封氏爷 六百多年了 下面城隍庙历经波折 在这四十几年中 安家在南华路11-2号 在厦门大学各大学者及教授的支持下 在吴先生的努力中 发展至今实在不容易 在这几十年里 为两岸的交流 及城隍文化的推广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同时也扩大到海内外 包括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等庙宇前来探究 他说作为城隍的人 做着有关城隍文化的推广 把没有的考究回来 把失去的尽量找回来 我们的这种精神带动了 来自各界的民众的支持 下期再见